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佳開幕的鐘仔 讓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頂頂廣告 先講講樓市新聞 入火先至兩年位於屯門掃管窟的恆大軍龍灣 最新發現斷工潮已經連續三個單位輪為銀主盤 根據市場消息 這三個單位由開放式到兩房 面積由222呎到372呎 其中兩房由兩名本地買家持有 而另一間開放式由一名內地客買入 銀主同一間日資財務公司 接管後單位隨即市場放售 雖然叫價比買入價便宜了3-22% 不過赤價仍然在15000至16000 但參考同區二手成交赤價大約是11000 根據資料顯示 這三個單位分別於2020年3月和4月一手買入 並且採用發展商恆大旗下的財務公司 所提供的九成一按呼吸篇 但隨著恆大爆補發展商要求相關業主 轉到這間財務公司上會 這間叫做歐力士 財務公司又跟回恆大的offer 為買家提供頭三年最優惠利率P-2.5 但三年優惠期過後 利率將會加到P-3 而目前P-5.875來 即息率去到8.875來 相信沒什麼業主可以頂得順 而且因為估值下跌 業主沒辦法將單位轉到正坤銀行上會 才會出現這樣的斷工潮 君隆灣最早入伙的期是2021年6月 即還有半年利息優惠期 明年的年中見真章 大家明白這些大型財務公司 為何會打造一個PAN出來借錢給買家 他們不是開線堂 他們需要收一個參與費 但一般都不會由買家直接付 通常都是由發展商付 但發展商又將它加回樓價上 所以借得Full Cup PAN的買家 樓價是特別貴一點的 我相信當時這個費用大約是6-8% 現在這個時勢應該未必肯做 另外再有名人賣樓 就是前上海首富周正毅 貴堂侮辱平兒子余俊才 持有中半山家衛園中層益處室 單位面積3349尺 連一個車位在今個月初 以10200萬賣出 車價30457 而業主在2015年以10380萬賣入 次貨百年占免是180萬 而根據當區代理表示 這個單位今年年終放盤 當時的叫價是1億6500萬 不過大家還記得 另外在2021年8月樓市最高峰 董建華用他的首置身份 以1億6千萬買入了家衛園低層的C2單位 面積大價差不多 3355尺 車價是47976元 如果順以這個單位做比較 董伯的單位已經跌了36.5% 相等於5800萬 還有大幅虧樣成交 想和大家講一講 其中一間是九套山上行商戶屋 甚至面積2607尺 連620尺花園 566尺平台 連賣兩個車位 剛剛賣了5720萬 車價大概21900 業主於2019年2月 用8千萬在南風一手買入 次科4年 漲免虧了2280萬 相等於28.5% 而這一間就是 蝕四成的馬安山星連海 A座高層D1154尺 買了1180萬 尺價大概16200 業主於2018年7月 用了3150萬06千買入 次科5年 漲免虧了1270萬06千 相等於40.3% 當時發展商應該有提供部分現金回贈 據問這個業主都是名人 從事電影業 另外再有投資者選手 屯門半身單棟樓 沿海高層A實321尺 賣了350萬 車價大概109 業主於2018年用了553萬3600一手買入 次科5年漲免虧了203萬3600 相等於37% 再來這間就兩年虧兩成 馬鞍山海典灣一座高層40 819尺 賣了1250萬 尺價大概15200 業主於2021年11月用了1580萬買入 次科才剛夠兩年 賬免虧了330萬 相等於20.8% 再來就是未保地價居屋大圍雲蝶花園 五座中層B室591尺 賣了435萬 尺價736 業主於2019年2月用了508萬買入 次科4年漲免虧了73萬 相等於14.4% 接著是半身樓清衣明僑匯 一座低層C410尺買了545萬 尺價大概13200 業主於2019年用了642萬1千元一手買入 次科4年漲免虧了97萬1 相等於15% 又是清衣明僑匯2A座高層E299尺買了420萬 尺價大概14000 業主於2019年用了484萬買入 次科4年漲免虧了64萬 等於13% 接著是將軍澳廣場2座高層E299尺 459尺買了685萬 尺價大概14900 業主於2017年9月用了800萬買入 次科6年漲免虧了115萬 等於14.3% 最後這間是沙田進景園一旗7座中層A1,041尺 慢了1158萬 尺價大概111 業主於2015年用了1168萬買入 次科8年漲免虧了10萬 另外根據彭博的報導 指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安永 在香港的關聯林珠律師事務所 將會下個月關閉 而合夥人朱正文也證實事務所 將會下個月23日停止運作 他們的網頁顯示他們是香港獨立律師事務所 亦都是安永全球網絡的香港律師事務所成員 主要的業務包括香港上市和企業融資 拼購重組以及資產管理等 而林珠更是2022年獲得法律刊物商法的結出交易獎 根據商法所說 這間事務所在2022年擔任中國運動品牌李寧的香港法律顧問 而事實上在去年才增加一位合夥人 細估不到下個月就要倒閉 而安永關閉IPO相關業務也不是無跡可尋 早前出報告說去到11月中 集資額才413億 按年大跌59% 跌幅拋離全球 亦創了2003年沙士後的新低 反而A股今年集資不少於3466億人民幣 香港IPO集資額連A股零頭都不如 而他又指出今年香港IPO平均集資額只有6億8千萬 在10年來的新低 而集資50億以上只有一間在東南亞起家的中國企業 完全沒有任何海外企業來香港上市 而且更加衰到有四成下限定價 又有34%首日破法 報道亦指出現時正值的中國和香港律師事務所所面對的監管過渡 中國經濟增長佛力 以及日益艱難的營商環境 而今年2月更有傳北京以數據安全為理由 要求國企逐步停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服務 而彭博另一則報道說 中國財政部今日來香港和銀行界開會 討論如何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匯豐、渣打、中銀香港都被邀請 會議將會討論香港面對的挑戰包括人才、資金、外流 以及如何透過加強和中國合作鞏固香港地位 不過報道就形容香港的國際地位正面臨巨大的挑戰 經過多年的疫情限制措施 北京加強政治控制 導致大量人口移民 加上中國經濟反彈、乏力 各大銀行紛紛財源和離開香港 導致股市交投淡靜 相反區內競爭對手因而獲利 另外周幸彤獲得法國和德國政府頒發今年的法德人權及法治獎 她是今年12名得獎者之一 德國和法國外交部都有公佈 她是12名得獎者捍衛天賦人權為不能發聲者發聲 並且在最困難的情況下 不惜犧牲自由甚至聖名追求正義 追求政治參與權利及公正報道 而其他得獎者分別來自 敘利亞、委內、瑞拉、中非、伊拉克、黎巴嫩、波蘭、加納江、果夫克群島 而當周幸彤在監獄時 有一人兄對她極盡侮辱 用惡毒言語拍片嘲笑她 患有無定向喪心病狂間歇性黑暴天使攬炒症 基本上由外表踐踏到政治立場 作為一個大男人是非常武品 而剛巧昨天周幸彤得獎 她就死了 在年61歲 刮刮賣賣有三層樓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關鍵的鈴鐺 方便的話頂頂廣告